在红山公园呢为什么会有林泽徐的雕塑呢 因为他真的来过红山公园 虎门硝烟被革制发配后林泽徐娶了哪里呢 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新疆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呢 提起林泽徐呢很多人都会想到虎门硝烟 那这件事情呢也被认为是第一次鸭片战争的导火索 战争的爆发不久呢林泽徐就被构建革制发配 那他到底被发配到哪里呢 没错答案就是新疆 林泽徐在这流放的三年里呢 并没有就此消沉 相反他在这开荒屯田呀 新漫水利呀加强赛访 我现在所在的乌姆西红山公园就耸立着林泽徐的雕像 见证他在新疆的分工危机 今天呢小玉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林泽徐 在新疆束手三年的不凡经历 1841年6月28日清整部下令 将林泽徐扁述新疆毅历 花甲之年的林泽徐就这样踏上了去新疆的道路 1842年12月10日 林泽徐到达述所会员城 到伊丽后 林泽徐看到当地土地广阔 却因为缺水浇灌 导致土地产量低 他带领当地民众新修水利 1843年春夏 伊丽遭受旱灾 林泽徐自制水车 积极筹创抗旱 历时半年 他带病协助伊丽将军布园台 在三棵树及洪流湾肯地 33,350亩 安设汉民571户 在阿勒布斯肯地161,000亩 安设维吾尔民500户 1844年5月 他又捐办汇远城东 阿齐乌苏肺地的 大渠龙口工程 亲自设计独修 率领民工在西岸 抛挖石头 在东岸剑拔柱地 历时四个月 又蒙十万 修出六里取首 1966年改成人民曲 经过呼气整修 年贯干面积80余万亩 至今还在造福伊丽各族人民 被亲切地称为民工曲 道光24年 经军机处传至 与林泽徐前赴回江各城 查看地墓 林泽徐在新疆查看荒地 总数为72万云亩 先后勘查了库车 乌使阿克苏和田伊尔强 喀什格尔和喀拉沙尔 七城墾地 重金印吉沙 离南疆八大城 还有图书番哈密 还接受军民控撞 迫使波西尔郡王 退出所罢田地万云亩 收为国有 招民耕种 林泽徐在南疆看地期间 细心考察巴尔储克田地的 历史和现状 推动伊丽将军 布彦泰奏请招民开垦 以梁族民多 建成重镇 以控制边陲 此举直接关系到 1847年清军迅速平定 浩瀚叛乱事件 在土地分配上 合理分给维吾尔族农民 或招来的汉族民户 耕种 并提出改屯兵为操访 1845年12月4日 林泽徐在哈密截止获释 各族军民一一细别 自1842年10月21日 进入新疆 到1845年12月11日 启程离开 林泽徐在新疆的三年时间里 始终欣喜各族人民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 讲述林泽徐与新疆 就不得不替林泽徐 与左宗棠的乡江夜话 这次会见 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一位是清代官员的佼佼者 接触的民族英雄 一位是未来中国历史舞台上的 风云人物 他们相见于月鲁山下香水之畔 周中林佐在主下放怀 畅谈惊喜 纵凭天下大事 他们谈的更多的是西域边镇 林泽徐说西域屯镇不休 地理未尽 以致卧饶之躯都不复强 他曾在边部各城大清水利 可惜功未告成 身影为汉 林泽徐认为 只要水利新修 道田广众 那么西域就能不减 东南复苏之躯 林泽徐还遇见 俄国将成为中国的边疆大患 谈及他对新疆地理的考察 俄国在边境的政治军事动态 和自己的战手计划 并将有关材料 全部交托给左宗堂 并说 无老矣 空有玉额之志 终无成就之日 数年来 留心人才 欲将此重任托付 并说 将来东南洋矣 能遇知者或有人 西定新疆 舍君莫属 已无数年心血 献给足下 或许将来 至江用得着 香香叶化给左宗堂 留下了几位深刻的印象 两位伟人匆匆一遇 无意间 买下了许多历史定数 二十余年后 左宗堂携带了 这批资料 披冰入江 收复了今天 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 在这片林泽徐 流放过的地方 他时时处处想起 那天晚上林泽徐的话语 为此 他奏紧剑审 开荒墾地 大兴水利 努力将林泽徐 生前的意愿 一一复之实行 到过25年12月4日 他登上红山 感慨完全 引红山试一首 任狂歌 醉握红山嘴 分尽其酒 为纪念他的伟绩 当地在红山宝塔侧 塑立了他的雕像 安放了禁毒统顶 红山成为新疆 第一个禁毒教育基地